皮卡皮卡 我的指令是小智 我呢就是皮卡丘 可是我一直带着这个会很辛苦 你们要看我发出我的招数吗 来 OK好来 我们来看第一招 我们有这个 第一招 输了 我就要换另外一招雷霆玩具 哇 雷霆玩具 哇 OK 你知道吗 我皮卡丘 皮卡皮卡 就是一个感叹号 OK 好这个位置可以吗 可以zoom吗 OK我是感叹号 什么是感叹号 为什么我要我要讲这本书 你看第一它是黄色 哈哈哈哈 跟我皮卡皮卡 一样 OK 第二呢就是感叹号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感叹号 什么是感叹号 我们往下看哦 我是感叹号 这么的大 这么的长 拍得到吗 拍得到 OK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感叹号 我们来看一下感叹号怎么用的哦 哦 它打从一开始就很引人注目感叹号 一束圆圆的 他实在是站在这里就引人注目了 他站在那里也是引人注目 站在哪里都是引人注目 他唯一不引人注目的时间大概就是睡觉的时间 睡觉他躺下了 OK 他千方百计的想要变得更像他们 你看看 这个是句号来的哦 可是他真的是跟大家都不一样 你看 句号句号句号 感叹号 跟大家就是不一样 他很困惑 不知所措 然后又很泄气 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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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 他呢甚至呢想要离家出走 然后有一天 哈喽 你是谁呀 这个是什么号 这个是问号 哦 你都几年级你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 哇 好觉得问题呀 因为问号就是问问题的 他就说你别再说了 感叹号受不了了 因为一连串的问题 OK 他从来都不晓得自己有这样的能耐 哎 你刚刚是怎么办到的 可以再来一次吗 问号就问他 然后他说 他不怎么确定 所以就先小事一下下 嗨 嗨 我们就要用感叹号 感觉对了 于是他进一步试试看 你好 我们又用感叹号 然后当他逼自己再多试一下 哇 他发现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事件 呦呼 太好玩了 加油加油 棒极了 都是感叹号 你真了不起答对了 很酷呦 好好吃哦 太赞了 多谢多谢 大满罐圈雷达 恭喜恭喜新年好 祝你新年快乐 生日快乐 出发 Uncle Uncle UncleUncle UncleUncle Uncle 快点起床 注意安全 噗噗噗 你看 这么多这么多的 可以用感叹号的时候 他等不及表现给所有人看 咻 这么的快 嘿大伙儿是我 看我的厉害 当然他得到的是更多的赞赏 他很咋不起巴 关于这一点儿 我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所以啊 他呢 就把头拍得高高的 然后起床出发 去留下自己的印记 咻 最终 也是一个感叹号 ok 好 那这本书呢 他把这个感叹号呢 就是 他的那个 他是说 他是 惊叹号 那我们的马来西亚呢 我们是讲 感叹号 ok 其实感叹号 他都行 对不对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标点符号 非常厉害的一个标点符号 就是一个一束 然后就一个点 ok 好 那我们pika pika 我们明天再见咯 好 好